所以我们以最热的掌声 今天我们可以请到 马来西亚的大马品牌 学会的现任的主席 Dartin Vini Loos 来到现场 我们非常荣幸 我们可以请到马来西亚 非常非常 我相信 每个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如果说你想到剪头发 你想到要更美的一个发型 你一定会想到哪里 Color 来给掌声一下 所以我们讲 这么厉害做品牌的人 那今天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Dartin一直以来 都是以英文来交谈 但是Malaysia Bollet 对不对 那我们讲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最喜欢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ABC Jumpo 有没有 有没有在马来西亚有没有 有没有说过 ABC Jumpo 大马的大马学会的品牌 现任的主席 Dartin Vini Loos 来到现场 小吴好 你好 谢谢Dartin 好 我非常感兴趣 好开心 今天可以帮Dartin一起分享品牌 我爱做的事 我认为我做了什么 我认为品牌的事 我认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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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和上海一起劝足 我都是在1979年创立 ColorBuff 所以我们应该说 Happy Anniversary Happy Anniversary 是 Sha Hai 43年 而刚才在沟通的过程中 现在 我们的Dartin Vini Loos 亦都是Cart Above 在伦敦回来之后 在1979年创立了Cart Above 所以今天是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天 1979 说不定今天会开投标 那么有缘分 对不对 所以一个品牌 开造43年 想请问 这里谁是小过43年的 大过43年的请举手 我知道有个慕临高手在这里 除了那个慕临高手 应该你的品牌 都比他们大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给在座掌声一个掌声 今天我跟我们的Dartin Vini Loos 我说的很奇怪的就是 当我们一登 Dartin Vini Loos会是我们的主讲者的时候 是吸引来的 竟然是很多 年轻人 而且是美女 美女 有没有发觉到 觉得自己是美女 给个掌声自己 Dartin Vini Loos很奇怪地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 他就问我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美女 我自己是美女的当中 我都希望有一天 我在一个慕临高手的时候 即是50岁以上的时候 都可以保持到 这么有魅力 这么美女 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 大家是不是跟我这么想的 提起来给一个掌声 那么男人更加不用说了 男人也希望说 老婆永远都是这么漂亮的 男人的话 你想这样的老婆的话 给个掌声 你看这个帅男人 马上给了掌声 所以我们说一下 这个就是 Dartin Vini Loos的梅力 是一个品牌 可能在这里有很多人 都没有给过 Dartin亲手剪头发 但是我很相信 每个人都知道 Cartel Booth 所以今天请到Dartin Vini 为我们讲解 什么是品牌 所以大家对这个品牌 两个字 是陌生啊 或者是熟悉的 熟悉或者陌生啊 亲切的还是陌生的 品牌这个字 亲切的 尤其这几十年 不是几十年 尤其这十年 太多人开始出来讲品牌 但是为什么 上海 一定要请到 我们的Dartin Vini Loos呢 因为在我们的整个考察 还有我们在市场里面 做了很多的调查 真正有资格讲品牌的人 坦白说 五个手指熟悉 是得过几个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就掌声到Dartin Vini Loos 帮我们讲一下 到底什么是品牌 到底什么是品牌 有请我们的Dartin Vini Loos 谢谢 我想问你们大家 对你们来说品牌 你们很多钱 为了买一个袋 买一件衣服 买一双鞋 为了什么 你心想一想一想 我不是叫你贼 答覆我 OK 当我1979年 成立Cart of Verb 那时 我跟我自己说 我还没知道什么叫品牌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不可以叫我Salon 叫Vini Salon 因为我不是一个名字 它是很重要的 什么是名字 那是叫Branding 但我还没想到 因为我有种心态 因为我很喜欢 漂亮的鞋 漂亮的衣服 我只知道 Cut above the rest 因为很多人写 interview 什么都很喜欢 Oh the shoe is a cut above the rest The dress is a cut above the rest Diamond a cut above the rest 我经常读到这个字 我经常读到这个字 我在伦敦那时 我跟我自己说 有一天 我开过铺头 一定叫A cut above 那个杂志 怎么写是他们的事 因为真的 在最后很多杂志 都写A cut above the rest It's a cut above the rest 但是我自己跟我说 A brand must stand out That is called branding How to stand out 一个品牌不是说 你只要stand out or stand out Because I was nobody 没有人认识我的 我都是很年轻的 我当时搞Cut above 那时都是 叫做 那段路 当你说七九年 已经打算开Cut above 我是很小的 我的店铺 428厘尺 但是我已经想搞不同的东西 我不要开金河 我不会是人都去到那个地方 我要那个人来找我 就是我是专业 我不怕那个地方不忙 我是怕那个地方不够高贵 所以我一开Cut above 那时只有十个位 但是我的品牌可以 我不是说一夜之间上 很快就上 坐下的那些位 那十个椅位 是全部 加龙坞的名流社会 不是黄族 就是 就算你说现在 本地的 Star Hill 你说哪个大老板 都是曾经 我碰过他们的头 because 他们要找一个好发型师 so branding is so important how you want to play it right because 当我七九年学头发 回来的时候 不是很多伦敦 fully trained 讀够书去做头发 that is already my personal branding 等一下我迟些 都会 touch on personal branding so branding to me is like a process while you try to improve your own business you stand out above the rest so当时我很特别 我上班时 比人特别确定 我也不知道 别人说 美女一个 其实也不是美女 但是最重要是立眼 branding也是这样的 你personal branding很重要 你能抢眼 人家说 为什么这么多model 不找 找那个都不太美 她有性格 性格 is also part of your branding 所以当你搞成一个 branding的成功的时候 很多东西自然来 我觉得对吗 对 非常之对 掌声 在这里我学过一句话 叫做 you want to be outstanding you must stand up 意思是什么呢 你想以众不同 那你就要先做什么 想站出来 所以我看得到的就是 刚才我和Dadeem Winilu 沟通的时候 我想来想去 为什么要用 a card above 这句字呢 那时候 你想想 四十几年前 是你妈妈的时代 你阿婆的时代 对吗 那时候你最喜欢叫什么 那些美发店 阿兰姐美发 阿花姐 为什么会把 a card above 出来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真的叫做 就是这样 就和人家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 未问我 什么是真正的品牌呢 其实Dadeem Winilu 在四十三年前 已经开始做品牌 一个品牌 是可以令你忘记不了的 但是今天 四十三年之后 它不会是而离世 而是热力而大 甚至乎 很多很多的外国人 我们说以前 你要学桃花 你可能要飞到去伦敦 我和你们小小声地说 现在是很多伦敦 飞过来和我们的 Dadeem Winilu 你们今天是不是很有福气呢 是不是要给自己掌声 以及给我们的 Shanghai一个掌声 谢谢 想起来真的有这样的事 我开始约伦敦 那个时候 是 不小心 就有一个 未开始的 我就是打工 一个小客人 就看中我 这个客人 是别人跟他说 你不用特意飞到伦敦展白了 伦敦飞了回来 哇 这样就 他很喜欢 Vidao Sassoon的那个 那个 他说是Vidao Sassoon 伦敦人展到 他说 不过不是 已经有一个佛营师 展到一模一样 Vidao Sassoon 那里的Head Card 因为我也是那边回来 所以就帮他展了 这样就 被他看中 但是 不过意不过意地 就跟了一个客人 做开 business partner 一个很短暂的 business partner 但是那个名字就是我的 当我觉得这个生意之后 time to buy back的时候 一年多我帮他买回来 因为我觉得 当我做这个 business 的时候 你想做你自己的方法 我最后悔就是 我有一个 business partner 很多东西不认同 就 thankfully 那时候我已经有 boyfriend 就是现在我的老公 就很愿意 就做我 business partner 买过来 因为当你要做生意的时候 亦要这样想 你想搞一个品牌的时候 你也要有一个人 很愿意付出去的时间 来跟你一起 一起去努力 不是有一个有钱的 师奶给钱你 就来那里洗下头 就叫做帮到你 那些不是帮到我 我很后悔了 我觉得我不是肯钱用的人 那时候 我都不是很肯钱用的 基本上是因为我父母 有负责过的 但是我想着 我要跟一个 business partner 帮我拍字 现在是很有钱 但是 branding有时 不是 just about money it's about idea 你没有 idea 就算有钱 你也变成一个 Christmas tree 你着衣服都一样 是这样 比如你去 入到一个很厉害的牌子 一个 boutique 我什么都爱 你试试 什么都穿在你身上 那时候一眼望下去 那时候是漂亮 但是那种漂亮 就变成一个圣诞树 我做生意都一样 我的 idea 最重要是有人帮我分享 负担 所以我的 business partner in the end 就变成了我的 boyfriend 我的 hubby so the success of cut of birth 我不是只是说 it's about me to grow the brand you need a very good partnership 好像刚才我和Tartine聊天 好像上海一样 they have a very good partnership branding you need people with ideas continuous ideas 有时我的 idea会打卡 但是你的partner 要是你的people around you 你的teamwork 很厉害 你的品牌也可以上 so to me all these things are very important 当你想做一个成功的牌子 是吗 是每一样东西都要配合 是的 刚才我们就看得到的就是 他讲的就是 为什么可以 cut above 在短短 你说短不短 长不长 43年 由一间到年所 到学院 到世界品牌 这个就是英卫品牌的重要性 想请问一下品字怎么写呢 三个口 三个口 是代表什么呢 人传人 厉害 我们给Millie姐一个赞声 所以就代表 很多人说 很多人会说起你的牌子 所以甚至乎是什么呢 cut above的历史来到怎样呢 我想请问这里有没有在座 有谁是错过Grab Car的 举手 应该是很小的看着你大 是的 很小的看着你大 原来我发觉到一样东西 Datian Winilu 展现过头 不仅是漂亮那么简单 是有风水的 展现过头之后 是明明很普通 被展现过头之后 变成了有钱人 因为智慧增长 所以便宜吧 收贵一点就要 不如说个话 不要搞笑 这个不是搞笑 是真实的 有剪很多年轻人进来 我常常跟我的前线说 Are you sure you 订我 这个很年轻的 他要给三百元剪法 对男生 我说我都不好意思 都说是吗 他说不是 他 insist on you OK Fair enough After that 我帮这些人剪法的时候 我帮他strike a conversation 因为做什么 收到别人三百多元 你就不要乱来 要慢慢剪 当那个人买箱了半个小时 我买了一小时帮我聊天 他说不是 我很想帮你聊天 但我没有办法 用什么方法来帮你聊天 我索性做你的customer 我觉得这三百元太划 来 举手 谁要三百元 要帮女人聊天的 你看那里已经有一二三 惊惊惊惊 你们先等一会 刚才我在厕所 已经帮他说过 我是第一个的 你们排第二 第三 第三 第四 我的partner是第二个 你们第三 第四 第五 所以变成了 当你创造一个性质量的时候 很多人说 价格很快就忘了 对 你要记住这个说话 当我们说 你知在 要帮个人聊天也好 你想拿去的 idea也好 你要帮他 给他 inspire 把他也好 你很多东西都好 对吧 做什么一些人 做instit这么成功 做了这么成功 很多人为什么会 每个industry 会有一个红人 我会出一个star 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人的idea是不同 挤了很多心机 所以 想起来 我兜兜转转 43年 我还在好学 我刚刚跟达丁谈起 We talk about everything Talk about 大学生 好像这样的年纪 还要读书 我本来要读Mandarin 但是如果我不喜欢 online 就放弃 你不要学我 千万不要放弃 但because 当你没有底子的时候 你差 那东西还是online 我觉得是辛苦 我觉得是少少old school 老土一点 我也是喜欢 offline touching touching 是 我真的喜欢那个先生 走过来看 你这三点水不适合 你这三个口不适合 原来 所以我经常写完 又要摆上去 对我来说 我不适合 所以 我觉得一些东西 whatever我们现在的change 我们的pandemic 都change到我们很重要 我是一个old school人 我要学zoom meeting team meeting facebook live 什么都要学 because I never stop learning 很重要的 当你想成功 你变成一个个人品牌 because我现在变成一个personal brand 我还在学 because 我很 strongly believe if you want to be a leader be an example 不容易的 当你想做leader by example to follow is so easy to lead is so difficult 对不对 对 在个人品牌 我想考下大家 如果我们撇除了card at birth 我想请每一个人都要说 在Dartin Winnie Lou的身上 你看到一样什么呢 example sustainable 来继续说 我们说 在你身上你看到什么呢 每一份都要说 你看到你就说 来 热情 还有 keep learning 正好 真诚 正好 你看到的什么 humber 正好 confidence 正好 sorry elican elican 正好 英 靓 靓 靓 最实际的 所以我们给所有有讲的人一个掌声 为什么你们会看到 为什么你会看到elican 你看到靓 你会看到这些东西 因为你身上有 你只能看得到 我想说的 在成功的人一个品牌身上 是利不开甘先来说的 勤力 勤力 学习 坚持 这些就是品牌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 有些年轻人会问我们 为什么我做生意不会成功呢 你冒开这个叫做个人的品牌 当你一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就算你不需要跟他说话 他只是擦身而过而已 你有感觉到那股气毛 有时你会感觉到 就算你不懂得跟他擦身而过而已 他不是很大只的人 不像我那么大只 但是你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 你要感觉到一股什么呢 自信 只要感觉到什么 非一般的人 是什么 非一般的人 非一般的人 这些叫做品牌 你自己回去照一下镜 站在镜面前 拧一下摆一下 问一下自己有没有 非一般的人的感觉 如果没有的话 的确是要排队 去找我们的Dardine Venny Loo 你非一般下跌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品牌其实不一定是 你要做大企业正友的 你个人就是一个品牌 达丁 我说得对吗 很对 品牌不是一定要爱成功人仍有的 好像有时候有些人 就算我们做一个面课 今天你们全部 40个人来见工 但我可以请一个 你说什么会吸引到我来请你呢 所以你就要问你自己 你个人的品牌 可能你的presentation 一眼看下去 哇 吸引到 从发型到头到头 我真是想帮个人谈多一点 这个是叫吸引到 但是这个人开口 哎 碎了 所以这一件事呢 你也要注意 because once you open your mouth 千万不要坏人来说 这叫坏收尾 本来的presentation都会赢硬的 40个人进来 你其中一追到最理是你 你已经赢硬39个人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会坏 可能你说话 全你不请我你请谁 这个最厉害是我 我知道你最厉害 我可以看到你的presentation 我看完你的性 但是我是老板 我不敢请你 because很快 很快你会认识我 嗯 我反而可能选一个 不错 看下去 一看下去 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呢 可以栽培 栽培 做得久的 有性格 in terms of humility 你可以维持 这个工人 你认识他 你就可以去到很准 我technically 就是说 我本来的pa 但是是我gm了 哇 是 我20年前 这个小妹 叫做 叫做 她从澳大利亚回来 她头一份工 不错 我可以请更漂亮的人 可能 因为pa 要带出来漂亮 不漂亮 怎么做我pa 对 对 对不对 为了pa不漂亮 是的 有人会说 因为我那个 我的operation 都说 大哥 因为她叫我老公 做大哥 大哥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 美女给你老婆 很漂亮的 我朋友的女儿很漂亮 刚刚读完大学 她不可以做pa 不够漂亮 但是你知道要做什么 这个人可以做到今时今日 她的上进心 和她的爱心 everything 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常选择美女 maybe in my salon yes because我要美女洗头 但是我的pa 和我的gf 我要爱实力派 做到事 她不是丑怪 我不是说我pa丑怪 但是我可以请很多美人 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不爱那么美 为什么 美的头要娇慕 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在美女也不需要娇慕 当你不娇慕 你更多人 更多人喜欢你 always remember likability 是一个branding 当你的personal branding is not likeable 人家会 greatly ask don't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disgusting 又串 to the extent of the extent 我们Chinese好像说的 说话 开口得在人 黑人争 还有什么不好听 in Chinese the way of saying 所以我们经常说 做人 最重要的是 人家很想帮你交朋友 好像我和阿达边 我们常常认识 认识 我们刚才有机会 两个小时 计算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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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做很远 还谈很久 是说不是有你们 我们不会厌 所以做人就变成 变成那个性格 是说你要 build自己的branding 就是要变成 likable很重要 so since we are on branding we are talking about personal branding corporate branding 好像Cut of birth 就好了 Cut of birth 是说是我 as a founder 当 我已经 我已经 当我 88年 我都很红 当我 被那些雜誌追到 旧旧的时候 我是 飞去文莱 帮Brunei Royal family 剪头发 这个家族 叫我 叫我去Brunei 剪他们的头发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很多 报纸追 Mille Mail 又追 不是front page 就是center page 很多 page 为什么我会 instead of being arrogant 我use 我那个 Cut of birth 是九年 用我九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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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机 不要被自己 arrogant 然后一刻 不见了这个品牌 我还 就回头 热红 热低调 嗯 Build cut above 那个brand 去到更红 红到 我九七年 我给 another 个 我拿到 World Master of the Craft 我是人来 nominate我的 当人来nominate你那时候 可能你有很多 credential 你很多interview 很多成 做什么鬼佬 到最后都选我 World Master of the Craft 我在New York 拿这个 这个 award 这个award 我回到来 我一样 那么低调 没有arrogant 没有跟我的客人说 sorry 我是World Master until today 我是Master 我都没有说我是Master 我Master coach 我Master this Master that I only there to say I am Master of the Craft 我拿麥克 一样可以拿剪刀那么多 但是我没有说 我拿麥克 拿到厌 我不敢说这句话 没有人说厌这句话 我剪法剪了46年 我一样那么喜欢剪 我不会说sorry 我不剪你们 因为你们是普通人 你们有钱就是我的客 你们不是普通人 Anyone that sits on the chair of a color buff is very precious to us 所以变成了我公司的品牌 就是一味这样上 我的personal branding 就跟Color Buff追逐上 追逐上到until差不多20年前 有人问我 喂 你有trade mark Venilu没有 大筆大筆很多 Venilu 我没有想说 很多brand都被人追 被人跟 被人copy when you are being copied is because you make it yes 那个Venilu是真的好 假也好 因为我IG刚刚被人跟了 我是华人 IG叫我 You don't follow that person 我想说大佬 那个是我来的 别人偷了我的资料 做了another DTVenilu 当你红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很多人想学你 亦很多人会恨你 很多人也想你死 当你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死得那么容易 哈哈哈哈 真的 我们要做英雄 我受得你们射箭 我受得你们唱我 我受得你们讲我 客戟都是一样的 只不适合 有Facebook图章 给钱的时候 谁那么开心 多三五日上来 拿回那个钱 不知为什麽 不喜欢应该 即刻知道 哪里花五天才知道 是不是 那个颜色做完了 已经漂亮了 多五天才说 如果我老公不喜欢 我现在怎样 我买回那个钱 所以当你已经 整天 face all these challenges in life 你怎样搞你的公司 customer care是很重要 当你想一个品牌成功的时候 you cannot be full of yourself 我很重要 in a car of birth Vinnie不剪法 我可以去一个月 有一年 我去了夏威夷一个月 唯了读书 我的生意没有跌到 因为我的客戟 要不让我回来 要不让我的staff展 always remember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是在做生意 就是在做工 当你整天想着 你是superstar 不让人拍着 做near to you 就是你的失败的开始 你不要生病 你千万不要 入厂了三五个月 都出不了你的时候 你的生意不见了 sorry 这件事不会发生 在color birth 就算不打算剪道法 我的公司已经很strong because I strongly believe in growing a team team work makes my dream work 我可以有时 不是现在 时势好的时候 我可以睡觉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 catch register 叮叮叮叮叮 我可以在做梦 知道它叮叮叮 because做什么 当你设定一个standard 一个SOP 那样东西就会继续行 that is called corporate branding so corporate branding 很重要 如果你在搞公司 小都没有相关 为什么人家 只有一间店 一间店 一间店大 那些人那么喜欢去那里 刚才开了咖啡也好 什么那么特别 那个scan好喝 那个咖啡也特别 那个地方 哇 我只拍了一张照片 我也觉得 So Instagram I feel so good so 你们就要想想 how to make your brand stand up 很重要 我在Dadeen Winnie Lou 的沟通里面 我学到两样东西 就是第一 做品牌做得好的人 你会发觉到 我才说的是什么 很多人的牌子队 比起选择P.A. 记不记得 所以很多老板 想着做品牌 只是做在生意那里 但是有很多人才 是会看着这个品牌 这个老板 这个牌子 我可不可以值得跟他 如果今天 你要找人才 或者你要吸引更多人 跟你的时候 品牌第一个是要做的 第二样东西 刚才我又再听到一样东西 我和你们一天一起听的 但是我听到一样东西 我想请问大家 你上报纸 或者你做很多广告 我说要不要用钱 要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Dudin Vini Lu 刚才说的是什么 是人家追着他来做的 你觉得追着他来做的时候 要不要付钱 你们认为要不要付钱 所以一个人 他将他的个人品牌 或者企业品牌 做得好的时候 不单止你不需要花钱 而且还有大量的人 会用投钱在你身上 所以这个就是我听到Dudin Vini Lu 就是你所说的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人热有钱 就热有钱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都不需要钱做任何的东西 就会有人送一块钱给他 但是我又再听到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是说起一样东西 就是 为什么那些阿花阿莲 还是叫做阿花阿莲呢 为什么Cut above 是Cut above 因为他有一个精神 是很多人都没有的东西 你们听到什么呢 就是 他完全是怎么样 是完全复制 还有一个SOP 还有一个KBI 请问一下今天我们的公司 如果今天两天没有在公司 你的公司就说 很多朋友就说 喂 我不可以出国的 我不行啊 我公司没人看啊 那你早倒闭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两天三天 你的公司没在 你没在 你的公司就会倒闭的 那迟了一天 你都会没在 不如早点倒闭吧 那会不会浩克呢 不过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但是我听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他有一样精神 叫做什么呢 叫做教识 很多以前阿花阿联 做到今时今天 都可能倒闭了 或者做不大 就是因为阿花阿联 叫做 一句话叫做 以前我们的那些公公婆婆 教我们的 教识徒弟 毛师傅 毛师傅 但是 但是 但是有没有这句话 他没有啊 所以今天可以坐在那里 可以回伦敦一个月 可以装修去那家屋 是不是 原来啊 我帮你沟通聊天的时候 我想请问 有几多人在 这三年没有搬过屋的 这三年没有搬过屋的 请鬼手 三年里没有搬过屋的 这三年里没有搬过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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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手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 Dardine Vigny Loom 三年搬了三次屋 给他掌声 Dardine 你不如说我很惨 被人逼 是为何惨呢 是因为他住的每一间屋 人家都会出高价来帮他卖 而且是要卖的 椅子、画、床、屁单 都要卖 所以这种人 我就问他 我说Dardine 我都很想搬屋 但是搬一次屋很烦 他说不晓 我三年里搬了三次 我的眼睛都叮叮叮叮 大了 所以为什么呢 我想请问为什么呢 你看到一样什么 所以我经常看东西 我听东西跟很多人不同 我听东西 我是听到他的精华 我看东西 是真真看到他的所作 他的做人的行为 所以我前天 替我的Shanghai team说什么呢 做生意 要硬耳朵、鼻子和嘴 要硬耳口鼻 所以我觉得Dardine、Winilu 今天我在他身上 刚才我们两个很开心地聊天的时候 真的 我们聊到什么呢 我觉得他做人的成功 他眼耳口鼻都做了 这个叫做品牌 再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我觉得Dardine 在你的身上 我觉得你是同时间一起做的 所以本来我准备的资料 我就问他 个人品牌和企业品牌 我怎么去做呢 他已经是一笼嘴了 因为在他头脑里 一按着 Bardine 已经说完了 对不起 我知道你有很多 不是 我想说的 就是 他已经是 跟他的品牌 跟他的生活 跟她 Winilu 这个名字 已经是合一了 所以这个叫做是什么呢 就像MC Joe 你问我 MC Joe 你就知道 不用问 他一定是叫做MC的 因为他在帮你 说是MC Joe 所以品牌做得好不好 非常好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我想说的 就是品牌 为什么今天你会觉得生意难做 你会觉得人家不懂你 因为你真的不懂 你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在以前 所以我只要学到一件事 为什么阿花阿莲剪头 还是15元 为什么 为什么 阿花阿莲剪头 已经剪380元 一个头 我知道 类性的头 应该是500元 400 400 说完之后再上 因为我会改价 但因为疫情就没得改 我觉得你会改 我愿意给 你退休之前 应该改了 所以你看 有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 当你的品牌做得好的时候 价钱是由谁开的 请问 是由他开的 菲利文五行香水 是全马来西亚 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香水 1688元 为什么可以开到这样的价钱 以及卖到团货呢 就是因为是品牌 为什么400元一个头 都还有人排队 而且是预约的呢 是因为品牌 所以当你的品牌做得好的时候 不是价钱的问题 是你的品牌做得好不好 你的品牌里面 附加了的 一定不是只是名字 一定是你的精神 你的付出 你的整个体系 整个系统 整个整套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 你去到Cut above展现头 你会发觉到一样东西 没有呢 你去阿花阿莲那里展现头 你没有拍照的 你绝对不会拍照 今天我在阿花那里展现12元的头 你会不会拍照啊 请问 不敢 但是今天 你去Cut above展现400元的头 你一直剪就一直视频 怕死人不知 你出了400元 你剪这颗头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一样 所以说是Branding 所以为什么 今天不是你的产品的 价钱高还是低 而是你没有做到Branding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 你不好意思 连你的客人都不好意思 用你的产品 他不敢拿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我想请问 LV和Gucci 或者Humis 你会觉得它的包包很贵吗 你会觉得它很贵吗 或者你觉得 你会不会贴呢 你不会的 你最多觉得自己的荷包不够账 你买不起 但是你一买完Humis 或者Gucci之后 你会怎样呢 你怕全世界不知道 你会不小心 拍照也会拍到她的 为什么这样的 Branding Branding 今天请到我们的Vinny Lu 你们听到 我和她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 你这样先讲 她在睡觉也听到 你都� lot y variety 所以如果 可能就能看着 我们这里有很多 年轻 英谋味 可能是刚刚创业 可能铺鸡又没有那么脏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做品牌呢 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请问 有人说是呀 整声一下吧 我帮你们问的 不够钱 又知道做品牌的重要 但是拿个钱 装修了一个店 就装修不到品牌 又上不到标准 又登不到报纸 那怎样好啊 我觉得现在那些年轻的人 他们的机会不同了 当我们以前那时候 我们要经过很多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赠报纸会注意你 好像说的 我被报纸追 是因为我刚好被文来的那些黄族 秤了我去那里剪头发 然后被人知道 这就不同了 当你是一个新人 你们现在很幸运 我几十年前没有Instagram 没有Facebook 没有TikTok 什么都没有 所以现在的行为 对于你们年轻的人 不要烂这些东西 社交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你可以create一个following on 你的社交媒体 你天天都不准偷懒 加上不要overpost 你想让别人注意你 不是注意错了你 你一天post 我还要立刻刪除这个人 不要进来 我不会见到这个人 很烦啊 很烦啊 就算我加了你 我都要扔你出去 because no substance 一一 拍摸 拍成这样 连说一句说话 to motivate 人都没有了 读到你的posting 要快点走 这样的意思 You like my bag How do I look Do I look beautiful 你说你经常这样 未必你女生之中 能引诱到男生追求你 男人之中 未必能引诱到 女生看着你 但不要引诱这种 personal brand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If you want to grow yourself or your company Do something that people 会觉得注意 after a while 你慢慢build up 所以你说你 你有一种这样的 ability 来post whether你写中文 你写英文 whatever it does not matter 你最紧要是 tasteful 如果你觉得这么加 你找一个 proper的caption 你就不要copy and paste 每天都要 code别人的东西 Chanel 说 Gucci 说 然后你会说 这个是没什么路 because 什么都别人说 You never say but people say so 这些就是 wrong personal branding company branding 都一样 If you want to 搞你的company branding 出名 你不要天天说 steep job say mark jackabut say 这个 say 那个 say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 这里偷两句话 那里借两句话 加上 就变成你的personal 做一些心机来 grow你的company or your personal 都很重要 现在你们很幸运的 什么都不用钱的 Ig 不用钱 TikTok 不用钱 只是不准烂的 你看看 四十多年前 如果真的要去做品牌的时候 可能要登报纸 上电台 那些都有一大笔钱 我经常做show 做show 做到别人 哇 这些是什么头发 这些是什么 就被人追 对了 做show 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外面 说做品牌 做adward 叫你们上去拿adward 但是又不会有一个平台 好像shanghai一样的 就是请你们来 去听一下品牌 听一下branding 带你们来看看世界 给你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上市 想请问 有很多市场 有很多人做平台 有没有像我们shanghai那样做呢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的话 今天想请问你们来这处 要不要自己拿银河包的呢 要不要的 如果没有的话 想给个掌声我们的shanghai 我们会经常做很多 很多有知识 甚至乎 Sendadjimini 他都很感动 他很感动的是什么呢 他说 我真的看到四十三年里 你们shanghai 尤其这几年 真的做了很多 你看看我们的视频 又出现你的好朋友 徐琳刚刚又过了 你一个图片的好朋友 所以你看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shanghai 是不停地给的是什么呢 是给知识 我们不停地给的是什么呢 是价值 所以 我可以说 除了生鞋 在市场上 很少见到 但是 Vinilu说了什么呢 他就是说 现在 为什么有很多人 喜欢 post到个Facebook 就是问你 漂亮不漂亮 背包好不好看 但是为什么 没有人再like你呢 原因 是你没有给到价值 所以当我们有给到价值的时候 就慢慢会吸引我们的followers 这样我们的blending 慢慢就会出来 特地 我经常见到一些女人 就是白色 有些女人说 你看到你想去 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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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她 为什么呢 因为 她会很情绪 她会跟她的老公吵架 或者跟她的家伙吵架 她就放上Facebook 让人知道跟老公和家伙吵架 所以会说到一堆很negative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这些人在做品牌 或者是倒下自己的名誉呢 所以今天我觉得 就是在品牌里面 如果就算你不懂得做也好 不会去伤害你自己的 那个叫做image 所以image就是品牌 所以我听到DN刚才说的就是 现在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很足够 可以上电视 而上新闻上哪里的话 我们做好我们的社交媒体 但是要投资的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别人投资我们投资 就像话头的 别人写的 你写 你copy别人的 就真的没有路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有路的人就是 一抄二解三抄一 就是copy一下 第二天我就会去 Winnie Lou那里找两句 然后我去MC Joe那里找三句 然后去Emily Jay那里找四句 这样就砌成自己的一句 对不对 这个今天我又学到了 对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 以前也有一个很unique的 fashion event 叫做Stylo 那个founder Dato Nancy 说了一句说话 在一个 press conference 里面 因为她本身不是发型师 又不是fashion designer 又不是makeup artist 什么都不是 她只是做 她是一个PR queen 我来叫 她说那句说话 真的没得受到 Until today 我都觉得她说得漂亮 我都是要用那句说话 她说 Today you are all here I need to thank some people I borrow their fame and became famous Wow 你明白我说了吗 是的 当你有机会去一个 很特别的环境 当你今天来这里 你不是每天有机会 帮Dartin拍照 Dartin拍照 当帮我拍照 当你有机会的时候 你的那张照片 可以变得很值钱 人家会想到 为什么你会有机会帮Dartin拍照 或我们帮Yunilu拍照 That is a start of a different branding 因为这些人不是在街上 在街上 叫做拍照 哇 什么事 拍照 但因为你在一个活动 要谢谢上海 不必你要说 哇 So inspired by Dartin and winning 什么意思 Today I think 今天的过程 真的值得 我浪费了三个小时 比如我经常说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去看 K drama K drama K drama是好 但我们也不可以 下午也看完 是吧 今天就今晚看 是吧 那些时间 可以用一个好的东西 去好学 是对你好的 都说 你的posting 也很重要 你写到漂亮 Inspiring 人家可能 Picture of power Power of a good picture 你明白吗 为什么会有张照片 彈出来 Among你的朋友 你说两句漂亮的说话 就可以了 不用太吵气 说今天你的inspiration 说今天你能学到夜幕 说到Branding 你可以说到 很简单的 I didn't know Branding is actually so simple 哇 很简单吗 不是简单 because I learned from some very maybe inspiring people 你喜欢说你的话 我不是要教你 说我说那种说话 but the thing is There's so many things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说话 说你自己的东西 这样 人家一看你的posting That is already a start of a mini Personal Branding because 别人看到 他又去学习 又去Attend Class 又去什么 所以你就Brand 如果你有机会 见到一些 有这么上下的人 make sure你有去那个 那个Event 不是去到那个Event 我亦有很多朋友 一会去留人拍照 拍到全个Facebook 30个照片 都是拍照 連那个名字都不知道 那些就是Bad Branding 就是别人说你 喜欢去吹一下水 太吹水也不好 所以 all these things are very important yeah 所以我们常常说 就是 待会 Dardine 你说完这句话之后 待会我们要两个站在那里 不能走 因为有几十张照片 要等我们拍 是不是 所以 其实就是 Dardine 如果你想做Branding 最起码 是最不用钱的东西 你在你的社交媒体里面 你铺些什么 正有就是 你平时的生活 你跟哪些人在一起 已经是叫做什么呢 是定位了你是哪个 想学一样东西的就是 你那五个好朋友 你平时 一个星期不见 都不得 那五个好朋友 那五个好朋友 将他的身家 加上来 再随悟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的身家 是有多少钱的了 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如果今天 你看一下 刚才Dardine Vinilu和我说 他们很喜欢 是一群朋友 经常一群好朋友 喜欢去吃私房菜 刚好我和我的伴侣 Dardine Suri 也是一样 我们很喜欢去吃私房菜 所以我想说 不是show off 就是你平日的生活 你跟谁在一起 你有没有继续去学习 这个就是定位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的客人为什么会帮你卖产品 你的人才为什么会跟你 就是在看你平时的社交媒体 我最近 有一群好朋友 企业家 我就问他如何去interview 人的 大家 我很注意 如果现在 相信这里大家都是企业家 没有人去找工作的 但是 原来现在有很多的大集团 大企业 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要填你的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是你的故事 他一看这个人 平时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你的生活 他知道你有多近 有多近 是open book 是open book 你已经看完了 没有穿衣服 都看完了 所以 我们的social media 重要没有 所以很重要 所以记得 等一下 没需要排队380元 女孩不需要450元 就可以拍张照 今天 就可能 你这个post 已经就是 开始了你的 small branding 谢谢 特丁 是不是很容易 是否很容易 branding is very simple 它就是你的生活 它就等于是你的生活 所以再给一个掌声 我们的特丁 市场市场 有很多人给了奖务 亦都很多人去取奖务 亦都很多人去取奖务 会提供不同的名誉 就好像等于2010年 我拿到Earns & Young 那个 Earns & Young 是很厉害 在马来西亚 有钱都卖不到 有钱都卖不到 是世界性的一个奖务 你在2010年 2010年 你在哪儿 请问 人家已经拿了Earns & Young 很厉害 当我这样想 我也是一个发型师 如果我不敢去做这个梦 我就永远不会填这张纸 但是我给自己一个 我应该说 给自己一个挑战 我是挑战自己 拿不到不用激 拿到是一个bonus 当我拿到的时候 我当时那些interview in the market 上去不同的阶段 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停留 当你做企业家 就算你成功了五年 你就坐着等 等五年 你都不要变 你看一样 十年都是不变 就不行 所以每个五年 每个十年 你都要推动自己 做一些不同的事 所以你可以去另一个层 所以我2010年 当我拿到EY的奖务 我跟我自己说 我可以什么都不做 不是最担心的奖务 但不是我不担心的奖务 是奖务追求我的 所以每个集团 搞什么新奖务 是吧 真是说明 我没有卖的 我不用卖的 brand laureate 出名要卖的 他都给我 couple of the year 是说 给马先生和我 是说 没有什么brand 可以 从第一天做到今时今晚 白手兴家 我是叫做 一起的 因为我不是嫁入豪门 是叫做 是说很多人嫁入豪门 不可以 所以变成了人家的意思 是慢慢做上来的 我们都会拿到 couple of the year 所以 as 我成功的时候 我2018 我跟我自己说 人生还有什么挑战 六十都过了 我跟我自己说 ok 我要上学 给你们看得出没有 是说她过去六十岁 我六十岁 我应该是最老的student 我进大学 我读master 我读master in business that journey 人家说我疯了 我老公都摇头 他说你不是嘛 你没辛苦过 我每晚 在写我那些 我有很多 我都有很多 不是tc 有很多过程要交的 三千个字 我跟我自己说 你肯捱 你就会得到 那个cert 如果我不肯去买 我 但刚才帮我 analyze我人生 是不是 我都是有趣的 一二三 我一定要做 我不让人知道 我都要做了 做了之后 就湿了头 我husband不知道 我回头一天学 人家跟他说 because做什么 很多朋友 是我的instagram 我facebook 的朋友 我直接送facebook 说 I hope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finally I'm stepping into you need because 我是人生最 应该说我很奢望 我小时候 我整天想去读大学 我转了行做头发 我做不到大学生 但我到最后 我都是master 我都要考到为止 我都要拿到我MBA 为止 所以我想问你们 这些年轻人 你们大好时光 二十年 三十年 你还有四十年 当你整天想着 我嫁有钱人就可以了 你的老公不要你那天 你都不行 所以不爱这样想 我在当行 不是叫你不要靠老公 不要靠家庭 我是叫你最重要 当你家庭给你什么 那时候 你可以帮他生下多少个力 不是生下多少个儿子 他生下多少个力 因为我们有责任的做人 所以你一样 好像你说 Award 都一样 当你有心 整天给自己很成功 那时候 是Award 找你 不是你去 不是你担心 拿不拿到Award 是我要很娇慕 有时我摆了Award 我摆不了 我根本摆不了 我Award 太多 我摆不了 摆不了 我摆不了 我摆得一摆 摆住你 因为我已经太早了Award 所以当你 在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应该如何 stay humble 人家说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挺好听 整天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Can you come and receive this award 哇 这种东西 就是人生 成功开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做一个髮型 发型师 你叫我 不想 我想也不敢想 我好像人家说 你有小时候 摆得很高的枕头来想 做头发 会有今时今日吗 可能我有想 我会想到 我是一个很成功的发型师 但我没有想到 我做成一个商家 做成一个企业家 做成好像变了 现在我是 马来亚品牌工 品牌工会的主席 22年男人的 我是头一届 女人之中 去做woman president 我记得 recently 昨天我那个 the last president the past president 他说过 你问我 我行branding association 做什么最好 我一生人 最威力就是看中了 我的successor 我的successor 就是Winnie 所以当你 去sport人的时候 是一部分 你的公司 是一部分 你的公司 和你的公司 做人的眼神 刚才达丁说的 我都在学 又硬 又容易 最重要 是听到 当别人说 说说说说 时 我学了 脸预论 别人害怕我 我的staff害怕我 所以我说 你听到我来说话 如果我耳朵太刹 我耳朵很刹 加上当你注意别人说话时 你很快读到脸预论 这就是什么 我自己读得很有趣 所以你和 伴侣Lilu 聊天的时候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 刚才我问他 其实 在市场 有很多人给奖赛 有很多人会说 我是不是有资格去奖赛 还有我需不需要去奖赛 对我来说 我自己本身 都有很多很多人 叫我们去奖赛 因为当你有少少名气 当你的牌子做得好的时候 是每一天都几乎有人打电话给你的 但是你自己要去看 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在说 上一届的大妈的品牌公会里面的前任主席 就是他说的 就是我们的特朗 Erik Chong 是上两个星期 我们请他来做分享的 所以你看 上海叫来的人 第一个 是之前的全品牌主席 Date Winilu 是现在的主席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 为什么主席 他们都会觉得 Edward是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特朗 Erik Chong 有说过一句话 是哪个是主席 当卫方 到底这个颁奖给你的 这个平台 或者这间公司 他有没有这个资格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怎么颁奖给你呢 这么巧 为什么我会问 这一个问题 就是43年 上海 in the market 是一本雜誌 是由我们说的一本雜誌 到今时今日 四年前 我们迈下来一个上海的时候 将会convert transform 去到什么呢 Digital的时候 我们将会全部丢走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我用华语 上海是老品牌 但是我们是新科技 新技术 我们把很多旧的东西 保留我们这个品牌 但是我们用先进的 social media的方式 就是在呈现我们的企业之下 所以今年 今年 我们是第一年 第一年 将会颁奖给企业家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们手上 有超过700多个企业家 他们经常都会说 我们想去拿奖 但是我们又不想在外面 不知道哪些人颁奖给我们 所以今年 我们是第一次 亦都是第一届 亦都是我们的上海 会做这个shiba的奖 你看到吗 恭喜 谢谢 所以我这里也想跟大家说 我们会请到 我们的Dadin Winilu 来做我们的 这一次的judge 我先这样合作 先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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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的人 当然 又是其中之 我们有十个judge 可以是其中之一个 只有我们的Dato Erectron 也是其中之一个 还有我们的Dato SME 我们的前总会长 Dato Michael Gang 亦都是我们其中之一个 亦都会有请到的 就是不同的Embassy的人 都来做我们的judge 所以这一次我们做这个奖 是会做得很用心的 所以这是第一次 要经过这么多人 这个人得奖 那个真是有料到 哇 所以在座的 本身如果你们被提名 我觉得是很值得去考虑 而且我们这个奖 其实我们不是叫做 买这个奖 我们是叫做 你将你的品牌 在我们的Shanghai 你做好你的品牌 而我们这个奖 是严格来说 是叫做 差不多是不用钱 那么上限的 所以这个我是想说的 就是企业家 是需要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品牌 没够好 从你个人开始 如果你觉得 我要想再 比这么多人认识我们的话 你可以去想想 拿一个Award 而我们的Award 里面有分上三个Award 所以以估 以估你们想多点了解 等会可以 我们那些 很Hampson的那些 很Hampson的那些 你看看我们很美女的那些 穿着西装 戴着我们的Bash 这个就是我们的Sales Team 所以多点了解 不要去担心钱的问题 最重要是 让自己踏出一步 首先让自己和自己的品牌 去做 自己的企业去做一个品牌 所以 今天在这里 有比较有经验的人 亦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刚才我都听到达Din Winilu说 品牌不是做一次的 是要持续性的 刚才也说过 每五年 每十年 他比自己去到银娜的级续 在这里可能有些人刚才开始的 新公司 所以品牌要做好 或者有一些人就说 哎哟 就好像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 但是是第二代的了 它是卖豆腐肥 卖到 我也记得它 来 请我们的豆腐肥肥帅 帅哥 Hello一下 嗯 那么多一点 谢谢 豆腐肥 他说了一句话 他在两年前说的一句话 但是我记得今天 他说 我用心做我的豆腐肥 你用心吃好你的豆腐肥 来我们给他掌声 你的妈妈呢 摩达玛 摩达玛 在民东是很出名 去到民东你们买豆腐肥肥 都是买小妈的豆腐肥肥 因为摩达玛 我常常说民东豆腐肥肥就是分别的 利自 利自它 哦 我常常买民东豆腐肥肥的 就是它 我有一个人购买 我买其他人说 民东豆腐肥肥 所以我们在说 好好吃 好好吃 我想请问客 我试试他的麦 豆腐肥想请问 我做品牌没有 要 要 不同做法 cima 你可 可以 返回外国 很多事情 全世界 国际性 不要 Fans 小豆腐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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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 我可以去唐人街 我什麽品牌都買到 為什麽會這樣呢 是因為有些人有意見 我都是宜保人 我以前只喜歡去宜保街 去南鄉 一定要去南鄉 吃炒粉 喝咖啡 在最後做什麽呢 是第二代 老爸你別想 我不會玩你這種咖啡店 但在最後 他完美了咖啡店 開了咖啡店的咖啡店 那是叫做啟動 因為你不必要成為咖啡店 但因為你爸爸那麼咖啡店 你都不懂得做事情 我沒有第二代展法的 我兒子不喜歡 我女兒不喜歡 我告訴我兒子 我甚至不想要你剪髮 我會通過你成為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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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字的咖啡店 把咖啡店變成任何事 因為做什麽呢 甚至我自己的課程 有機會你讀過我的 MBA 課程 我們第一代 如果你想通過你的財產 或你的行業 到第二代 不想要他們做什麼你做 我不會想要我兒子剪髮 因為如果他們剪髮 他們只剪髮 但如果他們帶來公司 到另一個階段 他們是不同的階段 他們可以做e-commerce 做很多東西都可以 都是品牌 品牌可以改生意的 不是一定要 the core business is still there 但你可以拿那個brand 來甚麼 像是阿賀丁做的 他喜歡加甚麼都可以 因為它的brand 我們以前曾經 LV只賣這麼老套 現在我看到Monogram 我們不是賣 但現在LV不是這樣做 Chanel也是一樣 很年輕 人家要去追 排隊去賣 so you have to think what's in the brand 那個brand一百歲 這個意思 真的 幾多headbrand Loreal 過百歲 Hanko過百歲 為甚麼這個brand不要死 越搞越勁 賣到幾多billion Bincent billion so US in the market 還被大二個人買過 有billion 一美加billion 那個Bincent 叫做branding Jimmy Chu 他的名字響 但不是去的 但那個brand Lives 所有這些 都叫做branding 非常重要 我再聽到一件事 就是 現在你用品牌 以後品牌讓你 那是說甚麼 他的兒子和女兒 不會接管他的 不懂得剪頭髮 但比起整個empire 他的兒女 是代表甚麼呢 當你這個公司 當你這個名字 Card above 的時候 單單可能你不需要 任何的saloon 不需要任何的 叫做asset 只是這個Card above 都可以賣幾個billion 甚至幾十個billion 都可以 我想考考大家 這個logo my burger 的產品是甚麼 麥當勞 麥當勞 是甚麼 我這樣說了 我又沒有說 為甚麼你們知道是麥當勞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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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這個品牌 只是這個M字 它的價值是多少錢 是幾百個億 只是這個logo 所以我想想大家想一想的就是 現在你可能會覺得 哇 我要花那麼多錢去做品牌 我花那麼多錢去打廣告 我花那麼多日曆物曆 去拿獎 但有一天你的品牌做上來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說 你就會很值錢 所以很感謝我的品牌 在market三年 但Dardine Winilu 已經代表我公司的名字 挺好聽 Filements 哇 幾百人代表我的名字 證明是甚麼呢 品牌已經在文明 怎樣呢 開始產生了 我經常回家見到你的樣子 對 Hello Good morning 你的信號很大行 那個 Hatamas那邊 是呀 我的朋友說甚麼 想不見你都不行 每天每天行過都 Good morning Daddy 就叫我先去說 所以為甚麼品牌呢 就是一樣 剛才Dardine Winilu 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事 她一開始去第一間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她第一間店 她有沒有開在Sungai Wang 她會開在哪裏呢 在高級的地方 有錢人的地方 這個已經是甚麼呢 她已經定位她自己是誰 所以你知不知道我上Viewport 我也上高級人的地方 Dersabak City Tropigana Hatamas 因為為甚麼 我的客人 我的M字就是有錢人 這種人 掌聲一下 所以她想忘記我 很難 以前我住那邊的時候 每天經過 嘩 OK 好像Good morning 是呀 Good morning 我上班又見到你 是的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 現在我們要花錢養品牌 當你的品牌做得好 是以後你的品牌養你 所以我的女兒 今年16歲 她明年就出英國讀書了 她都跟我說 媽媽 When I come back to Malaysia I want to let Philipman become a branding in the world 挺好的 她這麼小 她就知道甚麼是 你應該加入 Branding Association 好啊 好啊 Yes When I'm around 你應該參與 我相信 如果我帶我女兒去見你 一定會很喜歡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 Branding 所以我們今天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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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謝 我相信 這樣就過去一個小時多了 所以是不是聽了很多東西呢 是不是帶了很多袋入錢呢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非常多謝 我們Branding Mnilu 好 正優的就是 靜下來一點點時間 想不要那麼陌生 以及不要那麼說 你知不知道 要發文問題呢 要勇敢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會給幾個朋友 發文你的問題 任何的東西 因為她是白科全師來的 你問甚麼都可以的 Branding Mnilu都答得到你的 所以我們可以開放時間 給我們的朋友問一下問題 你真的很可愛 待會無緣無緣無故問 我這個頭髮可以剪 那頭髮剪 那時候 今天不是說剪頭髮問題 今天不是說剪頭髮 是說Branding的問題 那時候剪頭髮我已經問了 我在廁所問了 但是我的臉這麼肥 我可以怎樣剪 因為他 她會怕你們會問他 最后我们说有很多人都会放在做品牌 有些人的品牌做在身上的 我说戴着红色的帽子你们觉得是谁呢 经常戴着红色的帽子 Azure 所以品牌它不单止是一定会出现在标准或者是哪里 不一定是产品个人的品牌 你的服装你的动作甚至是你的特定的颜色 都可能是你的品牌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标准 标准很重要 当你看着一个欧的时候 你会想到欧是做什么呢 哪里就是Nike 所有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所说的M多值钱 如果你要改自己公司的信号 或者当你的名字卡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那里 不过是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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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忘记了那么多 所以你的亲密的帽子有时 有时认识的几十多 一眼就放在那里 人们会说这些东西很创造的帽子 公司的品牌也是一样的 有时很重要的就是标准是很重要的 你一包出来 明白吗? 所以标准 标准是很重要的 但你刚才说 一个欧想到就是Nike 就是这样 所以有没有将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的Dardine 如果你们要多点了解我们Shanghai的服务 包括我们第一年第一次做的这个 很特别的Adward 请到这么多 刚才Dardine自己也说了 请到这么多名人来做评判 这个Adward 还有43年 In the market 最有经验 还有做了43年的Shanghai来 亲自领奖给你们 我很相信 这个就是branding的 很重要的开始了 是 好 多谢大家 真的 要拿奖 只要拿更漂亮的奖 是不是? 有意思的 有意义 好 很重要 谢谢 谢谢 谢谢